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都会害怕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女孩 她身还绝症 却还整天想着谈恋爱 临终前的愿望就是全力享受青春 而青春最值得让人回味的 就是爱情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 就是关于这个日本少女的故事 想要吃掉你的遗葬 那位日本女孩的名字叫三年姻娘 因遗葬出现问题 守命已经所生无忌 这件事只有她的家人知道 外人见到姻娘根本不相信 她是个将死之人 因为她的活泼和开朗根本就不像 可是知道葬礼的举办 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也不得不承认 电视剧看多了 总会期待有奇迹发生 可是现实中 哪有那么多的奇迹 葬礼上的气氛特别沉重 来了很多姻娘上学时的同学 苦手弥漫在整个葬礼上 可是那张带着笑容的遗照 却似乎让这场葬礼变得不再那么悲伤 深夜间想要全力享受青春的姻娘 在金钟前遇到了男子 赤和春树 两年真正的相遇是在4月份开市 而相遇的地点 却是在医院 春树过来医院做往常手术猜线 等待过程中 无疑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本日记 里面记载了一位身患绝症的少女 如何与病魔斗争的故事 春树很好奇日记的主人是谁 在她打算接着翻盖的时候 身前却出现了日记的主人 姻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春树相遇 活泼的姻娘知道春树 一定是看了日记的内容 所以很坦白地说自己快死了 但是索依想中的八卦情节却没有出现 春树对日记的内容和后续完全没有兴趣 没有关心也没有惊讶 只将日记归还 说了一句 是吗 就直接离开了 看着地区的春树 姻娘现状了短暂的错愕 因为正常让她知道有人身患绝症 最起码的关心和同情 应该会有露出来 即便是虚伪的问候 即便是好心心作祟 姻娘早就习惯了每一个人 知晓她有病后的第一态度 姻娘想不到为什么春树会这么淡定和冷静 糟了 姻娘讲起这件事可不能到处乱说 所以赶紧追出去 请求春树一定要保密 春树很痛快地答应 脸上的表情依旧一副冷漠 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 是因为春树根本没有人可以说 她是个孤僻的旗帜的人 以为春树没有朋友 姻娘决定用自己的余生来陪伴春树 以此作为保密的报酬 人以为是一个随意的玩笑 结果两人却很快在图书馆又一次相遇 并且同时成为了图书管理员 春树不理解为什么不爱看书的她 要来这里待着 都快死了 还不如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结果 两人在交流后却远变成了春树 要陪着姻娘去做她想做的事 两人去吃烤肉去逛街 姻娘很喜欢吃内脏 喜欢到后来甚至问春树 要不要吃她的乙脏 而现在春树对姻娘还没有任何感觉 在两人逛街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老奶奶被无赖撞到 无赖还打算找老奶奶要钱赔偿 过路的行人不想招了麻烦 没有人出来替奶奶说话 看不下去的姻娘出来指责无赖 结果对方却用言语威胁她 即便不知道自己快死了 姻娘也会像今天一样出手相助 会大胆地朝无赖胯下 狠狠地踢一脚 这就是她姻娘的性格 洒脱正义 做完这些后的姻娘 抓着春树就赶紧逃跑 两人不知不觉就一起达到黄昏时日 回家后的姻娘发信息感谢春树 还说如果可以的话 在此前跟我好好相处吧 而且是两人一直都是同伴同学 如果不是医院的那一次相遇 两人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有任何交集 昨天出去逛街的事情 好像被人拿来做文章了 班级的同学都对春树指指点点 甚至闺蜜公子还找到姻娘 那她想要谈恋爱的话 也要找一个靠谱的 她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眼前这位活泼的少女已经快要死了 被亲人睡搞得有些心烦的春树 在一伙后就收到姻娘的又一次外出邀请 春树不想被人指指点点而打算拒绝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的 或许是想到两人之间的约定 她们来到甜品天堂 姻娘很好奇春树对什么样的女生感兴趣 可是连朋友都没有的春树只对小说感兴趣 会让这两人从相遇到现在 两人的观点一直都不同 就像在图书馆整理图书的时候 姻娘却说得随意摆放 这样找书才想寻报 如果不是姻娘对自己说过 春树是特别的 以及两人一直以来的约定 春树早就能替姻娘是在消遣自己 春树的世界是平静枯燥 不会有人来打扰的无聊世界 可是姻娘却闯了进来 但是春树却同样也闯入了姻娘的秘密世界 除了春树以外 没有其他同学知道姻娘的绝症 虽然春树成内 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很享受 可是春树还是希望两人可以保持距离 因为到现在 她还是觉得两人不是一个世界 在闺蜜公子的眼里也确实如此 她发现姻娘和春树在甜品店后 就气冲冲的过来质问两人的关系 姻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只是说他们关系好 对姻娘来说 春树的存在是绝对特别的 因为她不敢想 如果公子他们知道自己患有绝症 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近自己 一定是小心翼翼 就像她父母一样 那种可以表现出来的一切如常的感受 真的很不好受 唯独春树可以像真正正常一样来接近她 联名和同情对她来说都是不需要的 两人的交流第一次透露出了暧昧的气氛 因为姻娘说出 想要春树帮自己谈一场恋爱 这一句请求 让春树脸红了 虽然知道姻娘的具体意思 但是很少跟人交流的她 为了得到准确答复 所以询问姻娘是什么意思 可是姻娘却跳过了这个话题 只有两人的接触愈发的频繁 甚至姻娘谎称和工资旅行 结果却是和春树一起 他们在陌生的城市 足足一天 一起逛街 一起吃饭 一起玩耍 到了晚上 还因为一些意外原因 一起坐在一间房间 一切好像她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 春树似乎都忘记了姻娘身患绝症 可是姻娘在洗澡时 要她去包里拿新面奶的时候 就看见姻娘那一堆药物 春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脸上的愉悦也都褪去了 可是姻娘脸上却还是带着笑容 似乎死亡对她来说 一点都不可怕 但是在夜晚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时 姻娘还是说出了自己害怕的事实 这一次旅行结束后 春树的心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她开始期待着姻娘主动联系自己的那一刻 开始会担心姻娘的病症 可是闺蜜公子的一番话 却又一次当春树 陷入了迷茫 因为姻娘一直都是个敏感脆弱的女孩 她经常哭 她需要有人照顾 在公子眼中 春树这种成本的性格根本 照顾不好姻娘 但她也没有棒打鸳鸯 而是警告春树 如果敢当姻娘伤心 一定宰了她 这是最了解姻娘的人呢 可是春树所认识的姻娘 却不是这样的 所以春树在想 这样活泼的一个少女 是否会在黑夜中一个人偷偷的害怕 一个人偷偷的哭泣 后来春树来到姻娘家拿书 可是姻娘却问春树 是不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想让她做女朋友对吧 春树不知道姻娘问这个问题有干嘛 但还是随意回答 确实不会 结果却得到姻娘的一句 哎 那就放心了 听到这句话的春树 便打算去拿书 怎么离开 但是没想到姻娘却在背后 抱住了她 所以我缓缓的吐气说道 这 也是她想做的一百件事中的 其中一件 谁让两人早就约定好呢 她要跟春树接问 但在春树有些当真的时候 姻娘却又笑着离开说 是开玩笑的 结果一向平衡的春树 却仿佛失去理智 她不接受这种玩笑 询问姻娘是什么意思 然后本能地将姻娘 压在床上不断喘息 她必须承认她心动了 可再看到姻娘流下眼泪 春树突然清醒 她害怕的想要离开 结果在门口 遇到姻娘的前男友 两人发生了抹擦 最初来的姻娘赶走了前男友 可是春树 却想回到从前一样 不再自信 认为自己不该和别人扯上关系 这样就谁也不会伤害 春树认为他们两人终究 不过是才认识不久的陌生人而已 姻娘应该把最后的时间 放在那些真正在乎她的人 例如公子他们 春树想要知道 他们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姻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但却告诉春树 只要春树在她身边 她真的特别开心 想要春树一直在她的身边 刚刚的事 她很抱歉 她指的是消遣春树的行为 两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变得疏远 相反关系更进一步 春树继续陪着姻娘做她想做的事 可是姻娘却在不久后又住进了医院 汉则在病床上憔悴着她 春树很心疼 但已经到了这一步 姻娘还是不忘鼓励春树 要去多交朋友 毕竟只有一个人的话 是绝对感受不到活着的存在 但是住院时间延长到了两周 在去看望姻娘时 两人偷偷来到了山上 正好遇到了烟花 绽放了时刻 姻娘抱住春树表达谦意 让她担心了 等自己出院 就一起去海边 这种春树的担忧 减缓了一些 因为只要是约定 姻娘一定会做到的 可是好不容易等到要出院的这一天 春树和姻娘在短信约好见面吃饭 春树提前来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甜品店等待 在这过程 两人发短信交流 姻娘让春树夸她 想了很多很多话 于是打出了真想把你的指甲垢 剪成茶来喝 但似乎有些不妥 于是换成了我想吃掉你的遗脏 从此之后 就没有信息传来了 而春树 也多次一人等到了半夜 没有去询问姻娘原因 而是在电视新闻得到了结果 姻娘在赶南路上 被精气的杀人矿摸 给杀死了 她最终不是死在病魔手上 意外 总是来得当了始料危机 因为这件事 她把自己一个人 管起来好久好久 连葬礼都没有去参加 但最后还是收拾自己 来到了姻娘家 像母亲所要的那本日记 她有名字 叫与病共存 母亲听完后当场就哭了 原来姻娘早就嘱托母亲 会有人来拿这本日记 那个人应该不会出现在葬礼上 但一定会来拿这本日记的 春树又一次翻阅日记 上面记载了两人相识前 和相识后的所有事 杰秋春树 只是面无表情的翻阅者 可是最后 还有一些话 是姻娘想要跟朋友说的话 但要不要告诉他们 就春树决定吧 并且 关于春树一直问的两个人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一次 姻娘给出了一个真正的答案 她和春树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能用爱情和友情来概括 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 是独一无二的 用语言 根本无法形容 如果可以的话 正想把你的指甲构 剪成茶来喝 只是这样的话 可能不妥 所以即便可能春树不太愿意 但姻娘还是想要吃掉 春树的胰脏 这些话都记录在了日记当中 春树拿起姻娘的手机翻阅 找到了十年前的邮件 春树发送了那封 我想吃掉你的胰脏 他接收到了 也看到了 春树终于压抑不住哭了出来 事后春树带着日记 找到了公子 将一些事实都说了出来 也因为在外人眼中 他们还追不知道 姻娘得了绝症 公子也恨自己 没有陪伴姻娘最后一程 但是他更无法原谅 不将事实说出来的春树 可春树就追着公子 他要做出改变 因为姻娘在此前 都希望自己能够交到朋友 所以如果公子愿意原谅自己 希望两人以后 可以成为朋友 故事 结束 这是一部确实催泪 但评分着实不太高的动画 8万多人点评 给出了6.9分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有观众不理解 为什么女主 一定要强行改变男主的生活模式 为什么一定要有很多朋友才正常 而关于这条点评 竟然就只有2000多人点的赞 有些人因为被朋友陷害 或者被朋友欺负 亦或者因为社会太现实 等各种情况而害怕交友 于是便不能理解交友的乐趣 我不去点评这些人 就拿故事中的男主来说吧 女主的出现 那是开心的 即便到最后结尾很虐心 但对于男主来说 到最后 他都不认为是女主 来搅和了他的生活 相反 他是真心感谢女主的出现 当他发生了改变 因为那次去甜品店 等待女主的时候 途中遇到一个同学 问他要不要口香糖 其中男主是说 算了吧 结果就看到两个小孩子 跟同学打闹 他突然盖口说 来一块吧 我承认世界有很大的恶意 但这一次 男主却不再选择逃避 女主也正是因为 接受了现实 所以才能做到 展现真实的自我 而不需要唯唯诺诺 女主和男主的相遇 本身就是互相救赎的故事 是女主出现 才让男主知道 与他人交流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否则男主的生活 依旧是来搬几杯的冷嘲乐讽 一直都不会有朋友出现 而且对于男主来说 女主就是一个陌生人 但对于女主来说 其实男主早就在他的视线里 因为同班原因 所以他早就很奇怪 为什么男主会这么不爱交际 如果没有这本日记 其实两人还是会产生交际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两人起初其实都没有太深的感情 而男主爱上女主 和女主爱上男主 都在日后的相处中所积累的 那一次看似消减的想要接问 表面是拒绝了男主 但其实是拒绝了自己 女主也在担心自己的一步步 会让自己更加不舍得离开 本来都做好准备了 但他已经出现了后悔的姿态了 另外有人认为 公子的出场有些多余 但其实他是变相的了机 是他的多次出现 推动了男主的内心变化 那次会失控地把女主压到 也多少是因为有公子 来警告他的原因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一部纯爱片 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 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 也是一部关于成长和救赎的故事 有人对彼此约谎言 但我觉得除了设定以外 完全就是两个故事 我喜欢我想要吃掉你的遗葬 我一点都不觉得三观不正 相伴 我很羡慕纯属能够遇到这样的女孩 我指的不是得绝症的女孩 而是她们两个的相处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开的97年男孩 如果想要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等会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